大家好,当地时间2022年7月9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巴厘岛出席了20国集团外长会议后,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了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系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坦诚和长时间的沟通。 双方都认为,此次对话是实质性的,也具有建设性,有助于增进彼此相互了解,减少误解误判,并为两国未来高层交往积累条件。 王毅说,当前中美关系仍未走出上届美政府制造的困境,甚至还在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中美关系的历史叙事被人为歪曲。 现实状况被所谓政治正确所绑架,发展方向面临被进一步引向歧途的危险。 根本原因是美方对华认知出现了问题,由此制定的对华政策自然也偏离了正确轨道。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些自相矛盾和言行不一,从深层次反映出美方的世界观、中国观以及中美历史观、利益观、竞争观都出现了严重偏差。 许多人由此认为美国正患上越来越严重的中国恐惧症,如果任由这种威胁膨胀发展下去,美国对华政策将是一条走不出去的死胡同。 王毅表示,中美关系摆脱困局的根本遵循是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 中方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发展中美关系。 美方应将拜登总统四部一无意重要承诺真正落到实处。 王毅强调,既然美方承诺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就应该尊重中国人民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停止抹黑攻击中国政治制度和内外政策。 既然美方承诺不寻求打新冷战,就应该摒弃冷战思维,不搞零和博弈,停止拉帮结伙搞小圈子。 既然美方承诺不支持台湾独立,就应该停止掏空歪曲一个中国政策,停止在台湾问题上切香肠。 不得打台湾牌阻挠中国的和平统一进程,既然美方承诺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就应该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要打着人权民主旗号损害中国政当利益。 美方还应尽快取消对华加征的关税,停止对中国企业的单边制裁。 王毅强调,美方表示要给中美关系加装防护栏,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才是两国最可靠的防护。 只要切实履行各自在三个联合公报中所作承诺,坚持正确方向,及时排除路障,打通前行道路,双边关系就不会脱轨失控,否则再多的护栏也起不到作用。 双方应遵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避免对抗,合作共赢的精神,探讨确立双方的行动指南,要建立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的渠道,更好协调各自领域各部门交往,要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努力解决突出问题。 中方据此向美方提出四份清单,要求美纠正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中方重点关切的涉华法案清单,中美八个领域合作清单,希望美方切实认真对待。 王毅就台湾问题全面阐述了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必须谨言慎行,务必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务必不要低估 中国人民捍卫领领土主权,坚定决心,务必不要葬送台海和平的颠覆性错误,王毅还就涉江、涉港、海上问题,距离批驳了美方的一些错误观点。 布林肯介绍了美方对华政策,表示美方不寻求对华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挑战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不寻求围堵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寻求改变台现状,美致力于管控双边关系中的风险因素,对同中方开展合作持开放态度。 双方就对等互惠,推动中美联合工作组磋商取得更多成果达成共识,同意相互为双方外交领事人员履职创造更好条件,重启人文议题交流磋商。 双方还同意加强、气变、公共卫生等合作,中方还提出了中美在亚太地区良性互动的设想,双方并就乌克兰问题, 朝鲜半岛局势深入交换了意见。 中国最关心的对华关税问题上,美国总统拜登最新表示,他的政府正在逐一审议,目前还没有决定是否降低部分中国输美产品关税。 拜登的原定是周五与顾问讨论关税问题,但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尚不清楚他将在何时,就是否取消部分关税以遏制通胀做出决定。 他在谈到关税时说,我还没有做出一个决定,我们正在逐一解决这些问题。 拜登最近几周一直在努力平衡两种不同的愿望,一种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缓解通货膨胀, 二是保持对中国的压力,以争取中国政府在国家主导的经济政策上做出让步。 这些讨论围绕着时任总统特朗普在18年和19年对价值3700亿美元,数千种产品征收的301条款关税展开。 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内的一些政府官员认为,其中许多关税是非战略性的,会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则表示,关税是美中贸易关系中一个重要杠杆。 其他接近这一过程的消息人士表示,拜登正在花时间研究复杂的选项和后果,其中包括取消大量关税产品, 并将他们从更有限的中国制造消费品清单中删除。 消息人士说,白宫还在考虑扩大针对特定产品的关税豁免审批程序, 并考虑是否与针对中国政府补贴和主导高技术产业计划的新的301调查相配合。 就在同一天,美国也宣布考虑对中国中芯国际芯片制造工具实施新的限制。 美国五名知情人士表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对中国出口芯片制造工具实施新的有针对性的限制, 希望在不缓解芯片流入全球经济的情况下, 遏制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的发展。 之前人士说,负责出口政策的美国商务部正在积极讨论 禁止向生产14纳米及更小尺寸先进半导体的中国工厂出口芯片制造工具的可能性, 以阻碍中国制造更先进芯片的努力。 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将允许将同样工具发送到同一公司旗下的工厂, 但这些工厂生产的半导体没有那么先进, 以在全球芯片短缺之际保障大宗芯片的供应。 美国商务部发言人没有对这一想法置评, 但表示,特别是在半导体相关出口许可证申请方面, 商务部和其他审查机构在做出许可决定时要考虑多种因素, 包括抗议出口的技术节点。 商务部还强调, 拜登政府定期与盟友和业界磋商, 以确定如何最好的制定措施, 阻止中国获得民用和军用先进技术。 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 他表示, 美方一再将科技和经济贸易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意识形态化, 对别国搞技术封锁、技术脱钩, 这只会让其他国家更加警醒, 在技术上一味依靠美国行不通, 这也将促使各国加快实现科技自主、自立。 美国商务部的消息人士表示, 商务部正在对这种做法应用于中芯国际。 如果这个做法继续推进, 这将是美国商务部首次正式对出口政策应用于单个工厂。 这将使拜登政府能够收紧对中芯国际最先进工厂的出口控制, 同时允许工具流入其生产汽车和日常消费电子产品的大宗商品芯片工厂。 这反过来也将有助推进美国阻止中国发展更先进的半导体制造能标, 以维护美国的竞争力和国家安全。 中芯国际表示, 该公司已于19年底生产14奈米的芯片。 2020年, 该公司被特朗普政府以所谓的军事关系列入了贸易黑名单, 但该措施只禁止向该公司出口一小部分芯片制造设备。 实际上中国和美国这种竞争是结构性的, 也是长期化的。 我说过, 中美的竞争实际上本质是海洋文明、大陆文明的竞争, 这种竞争实际上不会停止。 你看布林肯, 不管他跟中国人说了什么, 最后他还是要做, 就是收集筹码, 为下一次跟中国人见面收集筹码。 最后中美就是什么? 中美就是博弈, 双方要各自打出筹码。 美国现在对中国商品关税限制, 实际上也是在收集筹码, 压制中国。 它的筹码越大, 它在中美问题上, 它的发言权也越大。 这实际上是中美。 实际上在台湾问题上也是一样, 大家很关心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实际上本身也是中美的一个博弈。 我说过, 台湾人要认清楚, 美国实际上把台湾也当成一个筹码, 就像这个关税一样, 实际上把你来当交换的筹码。 实际上中国也在收集筹码, 反制美国的压榨。 所以我以前节目说过, 台湾人印象里美国是帮助自己的, 支持自己的, 保护自己的。 实际上这种保护支持, 它的目的是拿你当成筹码和中国交换, 它要从中国获得利益。 布林肯不管说什么, 他最后还是要维护美国的利益。 我觉得所有中国人也能。 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战争, 导致美国深陷乌克兰泥潭, 他需要中国帮忙, 那么他现在要在中美问题上收集筹码, 一个关税, 一个台问题。 他拿到筹码以后, 下一次和习近平见面, 拜登和习近平见面就可以打出这个筹码。 我向你保证一些东西, 另外在关税问题上, 我让一个步, 双方签订协议, 有一个新的政策变化。 那么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 也会配合美国, 也会让步, 也会进行交易。 实际上大国之间地缘政治不就是交易吗? 中国也要考虑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所以你看中国要平衡, 所以最后大国之间会形成一个。 今天就说这些, 还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特别是台湾人要理解, 中美关系的本质, 大国博弈的本质, 交易, 平衡, 这两点极其重要。 你能看懂这两点, 你就能看懂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